台南市余會理事長林士傑 八號清晨在自家門口遭到槍殺身亡 十二號在高雄就逮捕到了二十七歲的口罩男 但是現在案情出現了轉折 十三號下午警方是說明了最新的進度 但他們也私下透露說 已經逮捕了一名綽號阿川的通氣犯 他是林士傑的左右手 疑似因為在外與人有私人糾紛 才會波及到林士傑 警方全部武裝拿工具破壞鐵門後 衝進屋裡 三十多位警力勇而上 不被一槍一彈 將男子壓制在地 他就是林士傑命案中 警方在第二輛逃亡車內巡獲口罩 採集DNA後找到的口罩男 原警搜索住處後 連夜將人帶回台南第六分局 面對鏡頭男子不發抑鬱 二十七歲的張姓男子從事殯葬業 由魯仁勒熟的前科比對行凶當天的畫面 口罩男和槍手兩人同樣穿著牛仔褲黑色上衣 而且身形同樣銷售 那這個關聯性就是說他確實曾經有搭過這台車子 他之前是做殯葬業 現在轉換跑道 他現在在開挖土局 嚇一跳 因為突然人帶走 兒子被抓當霸的替他喊冤 還原警抓錯對象 因為歹徒計畫周翔怎麼可能讓人發現口罩 只是臨時結明案發生後的隔天 口罩男在臉書PO文 說自己回歸禮儀跟工程 而透過案發前六天的貼文 可以看出他曾經消失在朋友圈一陣子 理由是手機不小心重置 這時間點不免讓人多做聯想 是否就是槍手警方沒有多談 只透露還鎖定其他人 目前又鎖定一名通緝犯 一名通緝犯 據了解警方除了鎖定一名通緝犯外 也逮捕了一名綽號阿川的通緝犯 他是林仕傑生前的左右手 是否阿川在外頭的恩怨 波及到林仕傑 也是警方追查的方向 記者有用花許全文 才能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